我打電話給她 我說妳是不是劈腿 我說我沒有劈腿 我跟妳分開三天後 我才跟她在一起 我跟你講 嚴格來講 妳才是第三者 我進去那間公司 兩個月我才認識妳 我先認識她的 妳是後來進來的 妳是第三者 這男的就是 嚇你 歡迎光臨今天的女人 我最大女人最害怕的就是 碰到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這是我們人生的 你知道一個大功課 應該是我們某一輩子的時候 沒有做好事 或者是我們傷害了對方 這一輩子是來還賽給她 對 還給她 緊繩容易送繩男 碰到渣男怎麼辦 湯老師 我覺得那是因為我們是活菩薩的關係 我們要度她們 一定是真的 是不是 其實不是因為我們傻 那一本書 最新的2019年的這一本書 會不會告訴我們 去什麼方向 就可以找到我們你知道真命天男 有 生得很難是不是 有什麼難 只是告訴大家哪個方位 哪個方向比較容易找到 但是 是不是好東西要看妳了 也是 交了一個男朋友 或交了一個女朋友 可是媽媽說不行 門不當戶不對 或者她學歷怎麼樣 她年紀怎麼樣 他們家怎麼樣 一大堆油 所以她門門不樂 二 有人病了 經濟陷入了困難 比如說變成植物人了 需要長期的照護 或者是生了一場大病 現在還在家務病房 所以她悶悶不樂 三 兄弟姊妹變 得了憂鬱症 所以就還滿可怕的 比如說到家裡 就是家裡非常低氣 對 然後她也會很擔心 或者是個兄弟姊妹 一天到晚要鬧 至少 傷害自己 對 所以她也會很擔憂 放不下 悶悶不樂 四 她的爸爸外遇了 她家裡高的臉 代表爸爸身體好 好有關 但是就要遭逢家變了 很可能一個家 好好的家就拆散了 然後她也要面臨 就是要選擇媽媽還選擇爸爸 所以這個同學 這個同學家裡出事 妳覺得是什麼事 讓她這麼憂鬱呢 請直覺 很難 同學家裡有事悶悶不樂的 是什麼事呢 請一直覺作答 選好了 請她還是來公布答案 我們測的是 在朋友眼中 妳是渣男吸引雞夢 好慘喔 好可怕 好可怕 這什麼題啊 老實 不 對啊 我們以為我們已經戒掉了 我們最多人選這一項 對啊 我覺得二號很危險 所以這一項絕對不是最低分 這樣知道嗎 我可以告訴你們這項絕對不是最低分 我完了 好 那我們先看 一切彎彎的 沒有人選的 沒有人選的 好了 好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第四項 爸爸外遇 所以你們家裡面臨分裂 那麼 妳是渣男吸引雞嗎 機率是 而且我們是現場 沒有人選 但覺得這OK 覺得這OK 對 這還好 爸爸身體也很好 對啊 所以呢 我們50 OK啦 還滿高的 好 來 眼見為平 驚一試才會長一智 就是爸爸媽媽 朋友 兄弟姊妹 怎麼講勸也勸不聽 直到有一天撞到冰山了 下次就會小心一點了 所以這個渣男 你至少會遇上一兩次 一次 OK啦 一兩次可以接受 我們先來聽故事好不好 第一個 跟很多會交往 無縫接軌 渣男的劈腿型 遇到一個劈腿型的 但是他不是跟很多位 他是跟前女友交往 然後就這樣來來回回 大概七 八年的時間 超級 然後他是說 我們是普通朋友嗎 沒有 他就是 因為那是他前女友 妳也知道 對 但是因為 他跟他前女友分手後 無縫接軌了妳 對 無縫接軌了我 然後跟我在一起 然後我們兩個這樣來來 他是天秤座的人 天秤座的最大困擾 就是他有選擇性障礙 反正我怎麼知道 叫他劈腿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的時候 那時候熱戀的時候 很愛就互相 他那時候已經是社會人士 我那時候才是大學生 他就在大陸工作 所以我們兩個根本就沒辦法見面 剛開始在一起的一個月 我們就每天講電話 然後晚上半夜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在講電話 然後白天我就去上學 就這樣來來回回 一個月的時間 我只睡了六個小時 加起來 我只睡了六個小時 一個月 對 可是問題是我不累 我精神超好的 因為我整個人是亢奮的 一個月過後 我整個身體就爛掉了 我開始捨攝爪 然後捨攝完捨攝爪之後 我臉就爛掉了 然後整個一直長痘痘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長痘痘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去劈腿 因為我們就是在熱戀過後 然後有一次我就發現 他開始找不到人了 打電話也不接 然後有時候譬如說敲他 或是從他朋友那邊去找他 他們都不知道他去哪裡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一個月 大概一兩個禮拜過後 我說你去哪裡 他說沒有 就是工作很忙 然後後來我想說很奇怪 因為剛好他家離我家很近 然後我跟他媽也還不錯 我們都是國小同學 他小時候就是那種 校草型的人物 那種斜45度角 超級像金城武的那一斜 斜45度角是多小 小學生像金城武 他小時候也很像金城武 長大後像是歪掉的金城武 因為你知道 我朋友校草都很帥 可是長大之後 就是好像沒有小時候 那種帥度就會減弱 心數不正 但是我心裡還是 把他停留在國小那種帥度 所以我那時候還是很愛他 我們是在大學的時候 我才遇到他 我們又聯絡然後在一起 反正Anyway就是 我那時候找不到他的人 我就去他家 然後我就發現 為什麼房間裡面有一條內褲 對 然後我想說 女生的 女生的 是小內褲 她有那種屁號 沒有 就是看到一條內褲 她想說不是我的 因為她媽可能是喜好 然後放在房間 然後我就說阿姨這是妳的嗎 她說不是 然後我就問她姐 也不是她姐的 我就知道 應該是有別人 這家人 感情很不好 他可能沒有 他以為是我的 所以他可能沒有想那麼多 是妳的 妳的 妳還會問 對 所以他那時候一定想說 別人了 對 反正那時候他 我就發現他應該就是有小三 有人住他家 我就覺得不開心 然後我就開始調查 然後就看到那個時間點 就是有他跟別的女生的合照 對 然後我就發現 有 然後我就開始發現 那個女生的存在 然後那個女生就是她前女友 對 然後後來我就說 妳為什麼要跟她在一起 她說就是 有些事情還是斷筆 屁 對 然後後來 所以妳是中間的 過客嗎 可是我們這樣來來回回 7年 7年 7 8年 就是跟小三同時存在 對 我們就這樣來來回回 拉扯拉扯 就這樣7 8年 然後他一下那邊 一下我這邊 然後一下那邊 一下我這邊 妳知道了以後還持續多久 我記得 就是 7 8年 你8年 我知道 7 8年 對 然後我大概 他就這樣劈腿差不多 妳是什麼星座 獅子 獅子可以這樣 然後就是 獅子最近不是很高嗎 可是我覺得 獅子分兩種 一種是女王 一種是女僕 好不好 妳是女僕 那個時候她一定是女僕 因為她比較愛對方 又像金城武怎麼可能不愛 45度的 對 我背面180也是良用心 我真的是 那時候真的放不下 我就是放不下 然後那時候我還 那時候那個女生 她其實也是有點生氣 所以她還打電話來跟我約 約去麥當勞聊天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那麼渣 妳就不要跟她在一起 我們說好 我們兩個都不要跟她在一起 這樣 然後結果過了一個月 我就發現奇怪 她們兩個怎麼還在聯絡 然後我試著做 我當然不可能讓她這樣子 我就覺得 你們不是說好 都一起不要理她 為什麼妳現在又理她 這個就是思維的 我也要理她 我也要理她 NO 這就是思維的BUG 來 各位同學 如果大家遇到這種時候 趕快放手 把渣的留給她 妳才是勝利者 還不是把一個髒東西放在妳家 叫做妳是勝利者 對 但是妳就放不下 又還是很愛她 妳七 八年 都很近 七 八年很久 很久 妳最美的時候 對 最美的時候都在她身上 可是那時候我長痘痘也還好 妳哪有可能長七 八年痘痘 然後後來有一次最扯的就是 那女生跟我說她懷孕了 然後她就討論說要怎麼樣 然後她也覺得她滿渣的 雖然其實她滿清醒 所以她沒有生下來 她等於是有後宮 對啊 要憑什麼 對 然後她 所以她就去把它拿掉 她把它拿掉之後 我就想說好可憐 我站在女生的角度 我覺得她滿可憐 所以我就去好四桌 幫她買了一些健康食品 服務品給她 然後就放在她們家門口說 我就傳姐去跟她說 家裡那個門口有補品 妳記得要去吃 對 好可怕 要是我才不敢吃 好可怕 她不敢吃我 對 可是我真心覺得她很可憐 這樣子 我們這樣彼此 兩個女生為了她一個男生 這樣傷害自己 糟蹋自己 覺得很不值 其實你們已經默認 這種三人型了 對 最扯的一次 我想到最扯一次有一次 因為我就是很愛她 我也放不下 然後她 那個女生也是 然後我們兩個就說好 那不然我們讓她來選擇 所以我們就三方通話 我就問說那妳要選誰 結果她就當著我的面 然後她的面就說 我要選她 我那時候真的是滿難過 因為有點沒面子 對 但是後來還是斷不了 又還是這樣斷不了 天啊 但是有一天我終於 有一天就是突然間醒了之後 有一天早上起來 就突然間不愛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愛了 然後就再也回不去了 那種感情就這樣走了 是喔 前一天是吃了什麼 不知道 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或她說了什麼 都沒有 都沒有 兩個人感情都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也是一樣拿來回來回 還是前一天有拜過祖先 我不知道 就突然間醒了 突然間醒來 我就覺得好奇怪 來 就覺得莫名其妙 來 圍林是固定星座 固定星座 我們現場 金牛 獅子天蠍水瓶請舉手 對 我們這一組叫做 不道黃河 心不死不見 棺材不掉淚 像圍林這樣子 已經建了七八年的棺材 太強了 十里 往子裡去 是 就是某一種程度 我覺得我們固定星座 有一種執著性 譬如說你的執著焦點 如果放在 我不相信我改變不了你 我不相信我感動不了你 你可能就會忘記了 你自己受到的待遇 是非常差的 你只是一心一意把心力都用在 我要改變你 我要改造你 我要拯救你 對 對方需要你拯救嗎 不好意思 請你為自己著想 好嗎 像我們這些過來人 都已經浪費了不知道多少年 在這些人身上 你懂了 時間也過去了 對 所以這一組有時候真的要參考 外面的人的意見 可是聽不進去 當下 那女生是什麼星座 好想知道 那女生漂亮嗎 她應該是變動星座吧 我覺得漂亮很重要 人家比妳會撐 我告訴妳 對 妳比不過的 但重點是妳為什麼 為了渣男撐 對 先走 先贏吧 就現場覺得她一個人選一 好險沒跟她選一樣 對 可是我會撐我這樣聽起來 我就又想跟她去鬥下去 欸 我覺得獅子座 妳是著了那個鬥下去的道 如果沒有那個人 在那邊做比較的話 妳應該就不會這麼陷入一種怪圈 其實不是最愛 因為獅子真的會為了 是為了想要贏吧 拚輸贏 對 拚輸贏 就只能自己選 是的 來 我們看薇菱 那現在是渣男吸引機嗎 我還害怕 來 還好 還不賴 很準 妳現在有沒有長大一點 我現在很好 幸福 幸福又兩個小孩 我現在天眼開了 整個人智慧都開了 是的 曾經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她身上 所以醒過來以後 我覺得固定星座還蠻聰明的 都開始有一個防禦措施 所以開始懂得保護自己了 會設停損點 沒錯 然後會當機立斷 絕對不對勁 我們就在這裡停下來吧 不要再花時間下去了 對 我跟我這個老公 那時候他還沒有求婚之前 我就想說 我們兩個交往到10月 如果10月以前 他沒有跟我求婚就算了 好多理性 你有跟他講 沒有 我就放在心裡 都沒有講 然後就剛好他在 他就求了 9月30號 時間點之前求 但是就結婚了 對 所以是他的專稿 好 所以最好的分數已經被他選走了 好 天啊 剩下的 就是看你吸到什麼渣了 什麼渣 豆渣 海淡 各位可以看到了嗎 這兩個分數都是比較高的 其實我剛剛也是覺得媽媽 現在趕緊 現在還是沒有長進 我不是沒有長進 我就是平直覺 對啊 你說啊 你說 我跟你講 我也碰到一個劈腿 可是他 我們沒有在一起 但是我覺得這是我的人生 那你幹嘛說人家劈腿 不是 因為這是我人生覺得最羞辱的時刻 你們沒有在一起 然後你就覺得很羞辱 這是真的滿羞辱的 因為沒有在一起 因為沒可以在一起 所以你覺得羞辱 是不是 超羞辱的 我活了二十幾年 第一次倒追男生 就想說習慣就好 是這樣嗎 因為他長得很帥 他長得像陳曉冬 沒有 他們都一長 又陳曉冬 對 你跟陳曉冬 我等一下一定講一個巨星的名字 我等一下一定看照片 真的 他很帥 然後我們第一次見面之後 就覺得感覺很好這樣 然後隔天他就約我出去吃飯 我們出去吃飯的時候 他就一副就是有心事要跟我說 我想說我們才認識一天而已 有必要就是扭扭捏捏嗎 他是水瓶座的男生 然後後來就跟我說 就是我其實有女友 我就蛤 有女友還要約我 我心裡這樣想 然後第二句話就說 可是我們昨天分手了 蛤 就你想怎樣 對 想怎樣 對 就想說你想怎樣 勾引你 後來之後的日子 我們每個禮拜都見面 每個禮拜都喝酒玩樂 就很開心這樣 但是就是曖昧 好 因為有一次 我們這個大家都喝很醉 他居然沒有減失我 所以我把他扛回家 你減失他 你減他 因為大老公先不要看 真的不要看 然後我把他撿回家之後 那天早上起來 我想說 合理 因為以你就是你知道 扛得動 對 扛得動 好 那我把他撿回家之後 我就心裡想說 這樣有戲了吧 有戲了吧 結果後來早上起來 我跟他就是四眼相對 然後我就想說要來了嗎 要來了嗎 要來了嗎 他只是親我一下而已 然後腳 臉 親嘴巴 但是他起來之後就說 我要去台中開會了 我說沒有了 那是所有的 沒了 對 他就起床去開會 我就心裡想說天啊 有肉到你嘴邊 你居然不吃下去 就是真的滿肉的 不是 早上吃太油不好 妳講了 很會喔 你講喔 我那時候覺得很遲弱 人家那時候沒有那麼理由 對 我那時候很瘦 好 對 然後就想說他就回去了 他就走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這樣我們到底算什麼 妳這樣應該更愛他 更想吃他 他在吊你啊 我也是拚講說 我真的捉摸不定 對 水瓶捉摸不定 我想說怎麼可能會這樣 對 他也不是肉欲 對 他也不是就是 非要發生怪咖 然後詩名 果然是老師 他形容都不一樣 跟我們不一樣 對 不是肉欲 對 不是肉欲 結果後來有一次 他聖誕節那天約我出去 我就想說 妳是不是要告白或是什麼 因為他直接跟我說 我有話要告訴你 他居然跟我說 我跟我前女友附和 我就 蛤 妳跟妳前女友附和 那所以我們這半年多來 對 這個日子到底是 他就說 就是因為我前女友 就一直在跟某天王 一直勾勾地 所以他也放不下 然後我就想說 OK 所以女友跟某天王 就他前女友跟演藝圈 某天王 然後 對 然後妳們 妳喜歡的那一個 又像陳小冬 對啊 然後金城武 對 然後 所以我就覺得 是我應該要覺得 沾光了嗎 沒有 沒有這種感覺 可是這半年你們有幹嘛嗎 就沒有 也沒有 就跟你說當他嘴邊 他都沒有吃下去 其實他還滿紳士的 對 然後後來他就說 他跟他前女友附和 附和就算了 那天跨年他還問我說 妳要一起來跨年 好把握喔 有事嗎 好奇怪的人 他覺得你們還可以當朋友 對啊 他把妳當成好妹妹 好朋友 好朋友啦 不行 他很不在意妳 他親了妳的腿 對啊 會不會把妳當好哥們 親嘴的哥們 他怎麼好意思約妳 而且他那時候 我們在曖昧的時候 他還就是把我帶去 介紹給他朋友認識 我那時候還心裡想說 這應該有聽吧 喜歡當備胎 然後我就想說 這是什麼意思 對啊 那就很奇怪 所以妳也是其中一個哥們 對 我會抽手或是勾肩大腿 他有親他嘴 他會 其實我們那幾 那半年他都會牽我手 牽手就不行 對 牽手就很奇怪 然後他 我喝醉什麼的 他一定是互在我前面 那就太曖昧啦 自己有問題 誰會對哥們這樣 他有問題 但是他... 對 好吧 我這麼多哥們 每一個對我這樣過 那就是有鬼嘛 妳也有 你也有容易分得清楚 妳也有這一題 有... 我也有一個硬來 我沒有硬來 我沒有硬來 他要衝過來 然後拿我的頭去撞桌腳 然後一撞桌腳 那鼻血就噴嫩 就噴一道在地上 然後我記得印象深刻是他媽媽 還進來擦那個血 說我兒子不是這樣子的人嗎 什麼 就是他媽媽太寵他了 這個也是怪咖水瓶 又是水瓶 水瓶是不是怪咖 我覺得這個水瓶真的很奇怪 我跟他在一起 就是一年多分開的 那前面大概半年的時間 他其實我跟他已經在一起了 然後他媽媽一直 他一直沒有跟他家人說 他跟我在一起的事 然後他媽媽也不知道 所以他家人不斷的介紹 對象給他 他有時候還跟我說要去相親 然後對象都是條件還不錯 因為這個男生 他們家家境其實也不錯這樣子 結果一直到有一天回去 他突然跟我說 我對你沒有感覺 然後我真的嚇到 因為其實這個男的他之前 我不知道他怎麼了 他的右腳的大腿這一段 好像神經受損還什麼 他這一段是沒有感覺的 所以你一直揍他 然後你拿刀刺他這一段 你一年才發現 沒有啦 不是 我說他這樣 他沒有感覺他跟我講 他從小發現他跟我講 所以當我們坐在客廳吃飯的時候 他突然說我跟妳講一件事 我說怎樣 他說妳可以打我這裡 我沒有感覺了 然後我還以為他腳又怎麼了 我還過去打他腳 我說妳講沒有感覺了 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一直捶 然後他一直一邊笑 一邊把我推開 他說不是 我就說 我對你沒有感覺了 我們竟然是在玩笑中 我被分手 然後我想說 所以現在是分手嗎 他說對 然後因為我比較瀟灑 好突然 對我而言 感情這種事情 兩個人 你一個人沒有感覺 這真的就不能勉強 不然說真的 像我對彭妤彥也很有感覺 但他對我沒有感覺 OK 那我也不能強求 好 這一段只是為了 搭她們的巨星人 對 巨星人 然後陳武跟曉冬 然後我真的是笑著 然後我們住在一起 他就跟我說 他當天晚上可能七八點 跟我說他對我沒有感覺 他就說 我沒辦法跟妳在同一間房子裡面 那妳看妳要去妳朋友家 還是我去我朋友家 對 我們那時候是住在一起的 然後我就 那時候剛好也是要農曆年前 我就想說 好 那沒關係 我東西收收 我就回彰化 我就想說他過年 他出國去玩的時候 我再自己來收拾這樣子 然後那一天晚上 我先去我朋友家 我第二天回來他跟我說 我想過 我想問 他反悔了 你收入比我高 還是你搬好了 然後他就叫我搬 因為他很奇怪 就是他家境很好 然後他是畢業以後 當完兵什麼 又出國留學 所以他回來的時候 他的收入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所以他收入其實跟我比起來 是比我少一點點 然後他就說要我馬上離開這樣子 所以我那天東西收一收我就走了 就走了以後 我們當然什麼一些社群 什麼都刪除好友 但還是過年的時候 自己會亂想 會忍不住 會跟朋友說 拜託手機借我看 會 會跟朋友借手機 想要知道他 去看他 結果我一看 他的確跟他之前分手前的計劃一樣 他去了日本 但是我發現他不是自己一個人去的 他跟另外一個女生去 結果我一看那女生我嚇到 那個女生竟然是他們公司 不是啦 不是啦 那女生竟然是他們公司的同事 就是我其實認識那個女的 吃窩邊場 對 然後我就 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覺得說 你對我沒有感覺 然後分手三天 你跟你們同事去日本 還不是員工旅遊 就找他們兩個 我真的很生氣 他回來以後我真的氣到 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你是不是劈腿 他說我沒有劈腿 我說你有 他說我跟你分開 三天後我才跟他在一起 我哪裡有劈腿 你不是跟我狡辯喔 狡辯 然後我就說 你怎麼可能三天 你跟人家在一起 你就是有重疊 他說你要講重疊是不是 我跟你講 嚴格來講 你才是第三者 我嚇到 怎麼可能 他說我進去那間公司 兩個月我才認識你 我先認識他的 你是後來進來的 你是第三者 我說這男的是拔去 聽你 你知道他進他們公司的時候 那個女生是有男朋友的 因為我都認識 他跟我在一起一年多 中間大概到第八個月的時候 那個女生跟自己的男朋友分手 分手 他有跟我講這件事 他們還有一群整組的 出去什麼吃飯 騙那女生聊情商 聊著你們兩個幹嘛 擦出火花 然後我說你劈腿 他也跟我說我先認識他 奇怪 你護士小姐接身你出來 那你以後女朋友都劈腿 你第一個女朋友是那個護士嗎 你先看到誰 你先認識誰 那個就是你女朋友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男的 其實他劈腿為了狡辯 整個神志不欺禮的 對啊 我太生氣了 對 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這個人真的是 這個很好的 而且他講得正正有詞 對 很難理解 他在想什麼 我就覺得算了 所以你怎麼那麼會講話 我就說就算了 可是他心中覺得這個他認為是對的 對 他就是他很奇怪 夢裡奇妙 硬要狡辯 這個有救嗎 馬利亞遇到的是水瓶 他們都是水瓶 也是遇到水瓶 我覺得固定星座這一組的男生 就是分愛跟不愛的兩種 很明顯對不對 對 很明顯 就是愛的話他 就是我們 女王或女僕 對不對 愛的話就是會把你高高共起 然後會希望證明 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跟價值 可是如果不那麼愛 他其實蠻糟蹋人的 對 就是糟蹋 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 不准你被別人搶走 就這樣 就是也沒那麼愛 但是也不讓你走 但是在這過程他會很煩躁 那個煩躁就會變成整你 就是一下子好像對你很壞 可是你要走的時候又來留你了 又捨不得你走 然後可是你受不了你要走 他又 你留下來了 他又虐待你 就食之無畏 對 氣氣可惜 所以我們也都會想到 一隻狗狀況劈腿的水瓶難的時候 我們就要走 當然要走 這一組就是你已經知道他不夠愛你了 就是結局只是只能等他先劈腿 因為他已經在煩躁了 他又不讓你走 那最好就是他先走 對 瑪莉亞說得對 我懂 期待他趕快犯錯 我們趁那個犯錯的時候 趕快溜走 就知道他劈腿 YES 謝謝 沒錯 你要不要聽這一組把它聽完 好啊 先來揭曉你們這一組 好啊 最多人選的 今天會出表的 今天破在這個舞台上不是偶然 請到這一組就是拜託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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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母愛型的過度地付出母愛 已經不是愛情了 已經到了是他媽的地步了 只有媽媽才會覺得什麼都是孩子好 什麼都是孩子對 我會盡量地包容你 我等你長大 好 你的母愛會 你會覺得對方是需要自己的 而無法離開 有時候你會被這個執念給卡住 他好得很 不要這樣想 好嗎 好嗎 以前會這樣想 好 好 懂 一針見血 還有暴力型的 暴力型 是 其實有兩任都是這樣 兩任 對 我要先來講第一任 怎麼可以遇到兩任呢 對啊 不是我自己愛被打 但是就是一直會吸引到暴力型的男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要先來講第一任是獅子座 這是在我學生時期 我記得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發生的事情都是很小的事情 然後有一次就是在吵架中 他就會直接扯我頭髮 就是我說我要走 我現在就要走 所以我會很激動 他就這樣拉 蜘蛛人 我頭皮都被拉回來 被拉女神頭髮 對 他會扯 然後他把我的衣服 包包很多都扯壞了 有一次我們在吵架 然後他就把台燈打破 然後台燈破的地上都是玻璃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有核養一隻貓 然後那隻貓 他就把那隻貓抓起來 他說你再多講一句話 我就把這隻貓摔死 好多聲一遍 然後他下一秒他就要砸的時候 我立馬衝過去 我膝蓋就磨到玻璃上 然後抱住那隻貓 然後他曾經對我講過一句話 很恐怖的一句話就是說 因為我爸打的時候我就要打你 然後獅子座非常會語言保利 對 但是他肢體也很恐怖 而且我記得 我有一次去飲料店找他 然後他 我就在廁所我們起爭執 就是他打工的飲料店 他就拿廁所的水柱噴我 你知道廁所地板的那種 沖地板 掃地地 那是很大的水柱 噴超痛 然後都會有點擦傷那種 然後我就被他噴到牆壁上 太扯 然後他就拿我的頭去 撞那個衛生紙的 就是拉衛生紙插手的那個 那個盒子 他就把我撞在上面 他就說你再跟我講一句話 你試試看 你是談戀愛還是在拍漫威啊 整個書座要這樣 旁邊都沒有人救你 幾歲的人 幾歲 就大學時期 這一組的嘛對不對 獅子男 獅子男 而且我下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金牛也很恐怖 也是固定 也是暴力 也是暴力的 就我們可能在車上 隨便講個 就是我就說我下去買個東西 然後我手機沒有帶 我就放在車上 後來他就 我就買回來的時候 他就說你為什麼沒有帶手機 我說就買個東西而已 為什麼要帶手機 他說你知道我 就是停車我一直繞來繞去嗎 你沒有帶手機 我怎麼聯絡你 然後我就嚇到 他就一巴掌揮過來 然後他一巴掌揮過來 是從那種後腦勺打到前面 你知道這種嗎 你會轉圈 對... 然後他就會轉一圈 所以我會轉一圈 然後對不起 你一個瞬間就會耳鳴的那種 好恐怖喔 而且他 我記得還有一次事情是 就是我盧他說 來朋友家吃東西 他說我不要 然後我就說快點來 我就嚕他 他說你再嚕我 我跟你講 好可怕喔 然後後來我就去吃飯 然後吃完我想說 沒這麼嚴重吧 那到底要不要回家 我還是回家好了 我想說應該沒有這麼嚴重 我就回家 我一開門 他就說居然敢跟我回來 他要衝過來 然後拿我的頭去撞桌腳 然後一撞桌腳 鼻血就噴在 就噴一道在地上 然後就是到 就他就開始揍什麼之類的 揍到我們第二天 沒辦法上節目 然後我記得印象深刻 是他媽媽還進來擦那個血 說我兒子不是這樣子的人 什麼 對 他媽媽太寵他了 寵壞 對 而且我每個月 就是都要付兩萬塊給他媽 為什麼 對啊 因為他媽說那個是 清潔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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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火象是來自於衝動 像維林是獅子 牡羊 獅子 射手 我覺得你們有一點執著 因為你們不相信自己遇到鬼 怎麼會呢 不相信 會遇到鬼呢 會進不進去 鐵齒 鐵齒 你想跟鬼挑戰 好 揭曉一下若曦 好 若曦 80 因為她想要有人陪 她害怕獨處 所以一旦淪陷就會無法抽身 天啊 除非她自己能夠無縫接軌 巨蟹很怕寂寞 對 有一點 巨蟹很討厭一個人 真的喔 巨蟹做 犯件 那巨蟹男呢 巨蟹男很渣 渣 也是渣 自己是巨蟹還是這樣 我以為一個會打我的也是巨蟹男 所以也是暴力主 她是那時候她喝醉 然後她喝醉她回家要我陪她喝酒 我說我不喝酒 我不要 結果她就從那個客廳有沒有 硬把我拖到冰箱門的前面 就是要我陪她喝 但她拖我她也是拉我頭髮 扯頭皮 我那時候陪她推倒 她是扯我頭皮 好痛 我怎麼整個躺平讓她直接拉 所以我的腳一直這樣這樣這樣 演大法師你知道 好 就到冰箱門口的時候 她用她的膝蓋把我的手腕定住 然後冰箱門打開 開一罐啤酒就這樣一直倒下來 變態了 然後倒下來以後 我起來跟她反抗 她把我關在陽台 她說妳喝醉了 妳會讓我睡覺 把我關在陽台一個人 東邊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她完全斷片 她說 妳是曬衣服把自己反鎖在那邊 是不是 妳幹嘛在陽台 妳說妳把我鎖在這裡 天啊 天啊 超瘋 但是她好了 她第二天是虐待 對 她第二天 她起來就說完全忘了這件事 然後對妳超好的 就超怪的 然後後來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我也就不敢 要立刻離開她 對 對 對 這樣聽起來後面好像廢材跟自私 比較好搞 好一點 廢材 她很討厭 廢材 我覺得就是 劉佳玲有講一句 我前兩天還剛好在瑞丸稿的時候 又看到這篇文章 她也是說 人生就是要 女生的人生就是一輩子 總要遇到幾個渣男 然後但是妳之後妳才會知道 什麼是好的跟幸福的 然後我就覺得我還滿慶幸 因為剛瑞丸稿 就是記憶猶幸 就覺得 這件事情還好發生是在我大學四年級 還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所以已經十幾年前 然後就那個時候遇到的這個 他其實是我同學校的學長 他也是華人 然後他是有身分 他有綠卡的 那我沒有 我是國際學生 那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是在我最後一個學期 就是我已經準備要畢業的 最後一個學期 我們才擦出火花 就是原本是朋友 然後是天秤座 那我就其他時間 我就在華人餐廳打工 但他就都沒有去外面找工作 然後每天待在他朋友 也是華人開的一個網咖 他畢業了吧 因為妳大四 我們兩個那時候都還沒畢業 他就會講著說 我就是很體貼 我都是在這邊打電動等妳下班 因為我的班大概就是晚上晚餐時間 從五六點到十一點 那好 他本來都講得好聽說 他來我的餐廳門口等我下班 然後我們一起走路回我家 而且他還住我家 沒付房租 好 那就算了 我們下班 我下了班 然後他打完電動 我們一起回到我家 可能那種已經十一點半 十二點 因為他沒有什麼錢 然後他就可能晚餐都沒有吃 我都已經那麼累得像狗了 他還跟我說 你去煮泡麵給我吃好不好 所以這只是像是 在講他不體貼的部分 然後廢材的部分 就是他都沒有去工作 他沒有工作 所以他就沒有錢 他沒有錢 他其實就算每天只是 吃喝很簡單也是要個 一兩塊美金吧 就是不可能每天都花不到錢 他因為都沒有收入 他就是開始三不五十 我們大概交往第一個月吧 他才開始第一次跟我開口 就會說你有沒有20塊美金 那就是20塊就覺得好像還好 就是你擋個20塊 OK 那好 借你 可是他借好幾次之後 我就開始想說 你要不要自己去工作 為什麼你不去工作呢 我們要怎麼樣調適自己 其實我覺得 這一組的話 如果他會很渣的話 很多原因是出於自私 自私 自私 我們說這一組叫自我 這一組就是有病壞掉 他沒有被交好 然後他自己搞不定自己 所以你會發現他在那邊 撞牆壁或幹嘛有點暴力 可是這一組就是自私鬼 一切都是為自己著想 然後不懂為別人著想 所以這一組還滿可怕的 還滿可怕的 就是看起來像有為青年 但其實也許不是 那怎麼辦 萬一我們現在身邊 就是有一個bar 他就是這一組的 怎麼辦 我就要你們去分辨 他自不自私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一點是我們需要分辨的 因為他也有好的 這一組也有好的 不是說你遇到開創星座 就先閃他遠遠的 沒有 他勤不勤勞 他會不會為你著想 當你提出抗議的時候 需要他怎麼樣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會不會把心思放在你身上 我覺得盡責的開創星座 是會堅固的 而不是說一心一意 我就想創業 然後你就是來幫我的那個人 你是永遠不會壞掉的 所以只有你幫我 沒有我幫你的份 那就不對了 這個人就是個自私鬼 請注意 好 了解了 來 最後是自私性的 對自己大方 我要講的是金牛座 他就是非常 你都跟我遇到一樣的 對 因為我們同路人 你有劈腿 你遇到同樣的 不要是同一個 但是這個金牛 他不是暴力 他就是很自私 然後他對錢 就是非常斤斤計較 然後這個男生是小我三歲 就是姐弟戀 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談姐弟戀 對 然後沒想到 因為我以為 他年紀很小 可是他那時候的收入 已經年收百萬 就是科技新貴 對 然後那時候是 因為我已經在 當季的時候認識他 採訪認識的 所以你就會有一種 含金量的感覺 在他身上 他就會有一種 發光感 發光體 對 發光感 然後在一起之後 其實我們才在一起 很短的時間 但在一起 這一個月裡面 發生很多事情 比如說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一起之後 就馬上碰到我生日 然後我就暗示他說 我想要一個 綠色盒子的禮物 然後 那他就說 綠色盒子的禮物 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 雖然我就是賺得比你多 但是我這個人非常實際 我沒有在用名牌的 那我就想說 好吧 我還被他唸說我很 就是很 虛榮 對 他就說我很虛榮這樣 我想說好吧 他沒有答應我 結果有一次他去美國出差 去 一去就去一個禮拜 他回來的時候就說 Baby 我有帶你的禮物喔 開不開心 就當作你的生日禮物 我就心想說 美國買綠色盒子 其實比較便宜喔 你知道 巨蟹很多內心小劇場 就覺得應該有了吧 結果他就拿出來就這樣 這是一個N開頭的綠色包包 Tiffany綠的包包 然後是那種大的那種傻眼 結果後來我們就出去吃飯 出去吃飯 他說今天太陽好大 他就拿起了他的墨鏡一袋 我看了一下 新墨鏡喔 他說對啊 也是在同一個美國奧店買的 是什麼 是Prada的墨鏡 OK 所以他買單位置的包包 給我當生日禮物 但是他給自己戴了 很好 Prada的墨鏡 他還有一個很自私的地方就是 因為其實我對貓過敏 然後他家有一隻貓 我剛剛不是說他很常去美國出差嗎 他出差的時候 他就會求我去他家幫他的貓 親貓紗 我去他家的時候 我都要戴兩層口罩 然後進去 然後親貓紗 然後一出來我的身上 然後我的全身全部都是疹子 而且我是那種會嚴重到 就是呼吸急促 過敏 嚴重 即使這樣我都說 我每次去你家幫你親貓紗 我都會過敏 可不可以不要找我去 他就會說 可是你是我們的貓的媽咪 所以你要跟他培養感情 你要還是要每天都要去親 我就覺得這冠冕堂皇后 實在是拒絕不了他 可是我真的很不舒服 沒辦法 對啊 還有哪些我們要注意的星座 我們剛剛講到這一個是自私 這一組固定星座是自我 再來就是變動星座 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問題不是渣 他們的問題是花跟自以為是 對 自私自我自以為是 因為他們沒有出現 是的 對 因為怎麼說 他是一個很會催眠別人的人 所以當他自以為是的時候 你也會被他攪動 就是被他帶著走 對 譬如說他存心要騙你 你說他是個有為青年 你也會相信的 所以變動星座會回我們的三觀 譬如說你會被他洗腦 好像是我們自己太小肌肚客了 對不對 也許你是對的 然後一直在那邊 在困擾中摸索 我錯在哪裡 我是不是要改進 我是不是太挑剔了 然後慢慢才發現他們很渣 對 老師 你最後要不要小心叮嚀一下 竟然第一張是渣男吸引機 對不對 對 有沒有哪一些星座的女孩 是你擔心的 這個現場的都是我擔心的 來 然後我數一下 來 有巨蟹 有巨蟹 有巨蟹很慘 我們三個水象都上榜了 來 巨蟹 天蟹 雙魚 我們三個 水象 水象容易水渣男 真的 我覺得水象是過濾網 你知道嗎 我們真的很喜歡 過濾那些髒東西這樣子 過濾網 我們想把髒東西變成乾淨 OK 所以你就會把自己搞成 就是遇到渣男 因為你想拯救他們 對 你想把他們弄好 火象是來自於衝動 像圍林是獅子 牡羊 獅子 射手 我覺得你們有一點執著 因為你們不相信自己遇到鬼 怎麼會呢 不相信 會遇到鬼呢 會進不進去 鐵齒 鐵齒 你想跟鬼挑戰 土象星座 那就是 有沒有上課的問題了 好不好 你們有自己的關過不去 都有一種 已經下了成本了 或者我已經有歲月在裡面了 然後你就捨不得這個查不出來 查不出來 對 至於風象星座 我個人覺得你們就是一種 也許是過度自信 你們不相信自己鬥不過對方 所以當你還想鬥鬥看的時候 你就會被 已經你知道 風象星座 全身海撩撩了 但是男生要加起來 也是 說得好 最後我的叮嚀是 在一起 兩個人在一起 都會吵架 大大小小的事情 夫妻也是一樣 男女朋友更是一樣 但是吵架過後 要退讓 一定要會退讓 要懂得退讓 如果你發現 你的那個伴 他都是一直以自我為中心 然後也沒有改變 太自私 就不要浪費在這樣子的人身上 因為當你發現的時候 六 七年 七 八年 十年 就這樣過了 你說值不值得 一點都不值得 對不對 那何必呢 雖然欣美阿姨今天得到100分 但是我是真的從心裡在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來 告訴你自己 當你醒來的時候 已經50幾了 不值 好值得 好不好 大家加油囉 祝你們找到更好的對象 謝謝你們 跟我們分享故事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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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